186. 新聞神報 都雲無尖茶仙子國際選拔大賽上海站落幕 中國台灣名導作鎮首為外籍入圍選手誕生 2015年7月18日上海新聞A06曾獲金警長及金鐘長 最佳導演獎的中國台灣著名導演黃耳公於 6月27日延伸上海市封章茶城 以平偉身份助鎮都雲無尖茶仙子國際選拔大賽上海賽區海選 大賽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及貴陽四地陸續展開海選 當日,有近百名選手通過網絡選拔進入落地海選階段 選手張遠奇、黃星、樓線瑜及水木組合獲得直通卡 成功晉級福塞 比賽當天有多位來自俄羅斯、法國等國家的選手報名參加比賽 其中法籍選手已卻獲得最後一張晉級卡 據悉、都雲無尖茶仙子國際選拔大賽將於8月中存在貴州都雲舉辦決賽 獲得10萬元大獎並成為都雲無尖品牌形象代言人的冠軍 將從最終進入決賽的10名茶仙子中誕生 亞軍及貴軍也將分別獲得2萬元和1萬元的獎勵 主辦方也將評出4名茶仙子單項獎